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 终于回家了 全心节是在《创世记》33章11节 经常记着书 因为上帝恩待我,使我充足 今天的信息是 当我们和其他人分享上帝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就是侍奉他 亨利把自己的三文字分了一半给安迪 其实昨天早上,安迪还在笑亨利说的某句话 亨利当然觉得很受伤 但是他也想和安迪做好朋友 想他知道他已经原谅了安迪 分享是一种传达情感的方式 在今天的故事里 阿哥也藉着分享对乙素的示好 阿哥按照上帝的说话回到他的家乡 但是他还是觉得很忐忑 阿哥想起他是如何骗乙素的 把他长子的权利奪去 阿哥也想到他欺骗了他爸爸 把原本属于乙素这份特别的福分给了他 阿哥会不会更生气呢? 阿哥来到上帝面前寻求帮助 阿哥也派了天使和他同在 阿哥派了信使先去和乙素打招呼 你要这样去和主人乙素说 你的仆人阿哥这样说 阿哥接着就将要传递的信息 阿哥说给信使听 阿哥也特别交代了要称乙素为我主乙素 这样是为了表明自己并不是想得到任何财产而回来 但是信使竟然是带着很可怕的坏消息来 乙素现在带着400人来这里 乙素会不会攻击我们 阿哥心里想 阿哥有再一次的反对上帝面前 接着他就派了信使去见乙素 同时也带了很多生畜作为礼物 他叫信使这样说 你的仆人阿哥就在后面跟着来 就是那一晚 阿哥要他的家人和家仆都过到阿博道口 而他就自己一个人留在河的这一边 就在这里他见到上帝 他和天使交力了一整晚 他祈求得到祝福 而最终也得到了 第二天阿哥见到乙素带着400人 很快就来到这里 他立刻把他的家人分成两对 他把小朋友分开交给他们的妈妈 他自己一个人就向前走了 相隔尔素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阿哥俯伏地跪在地上 他起身又再向前走 接着又再跪在地上 阿哥连续下跪了七次 一直走到尔素为止 但当尔素见到阿哥的时候 他竟然是跑向阿哥 紧紧地抱着他 他们两个都哭起上来 阿哥真是如释重符 过了一会儿 尔素就问阿哥 这些跟着你的人是谁 他们是上帝给我的家人 阿哥回答他 他向尔素介绍他的家人之后 尔素说 那之前你送来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阿哥回答 我的哥哥 这些都是我给你的礼物 我希望你能开恩 我希望你原谅我 我已经有属于我自己的财产 你的就留给自己 尔素很亲切地跟他说 但是阿哥说 不要啊 请你收了这些礼物他 这样我才能肯定你是真的原谅了我 上帝恩待我 我已经拥有我所需要的一切 尔素最终接受了这些礼物 接着他就说 我们继续向前走 我带路啊 谢谢你啊 二素 阿哥很感激地说 但是我们走的速度会很慢 因为我们有很多小朋友 和我们的小动物都很幼乱 趕不上路 那不如我把跟随我的人留下给你 二素说 不用了 谢谢你啊 我只是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那就足够了 二素就是这样在前面走 阿哥就带着他全家大大小小 所有的生畜慢慢地跟在后面走 最后他们到达了加南地的疏角 这里就是阿哥的家乡 阿哥在这里买了一块地 经过了二十年 他终于有自己的家 一个属于他家人和生畜的家 虽然他来到加南之前 其实他是很害怕的 但是他一直把家人的需要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当我们真心地侍奉其他人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优先为其他人的需要考虑 中文字幕后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